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是回顾功课的问题 总之小孩开心地学习 还有其他玩具是跟类似有关 培养到小朋友的意识或兴趣去玩 很好 从妈妈的角度说的事情 我也想带出 为何那么多家长会鼓励小朋友玩 刚才说过Lego或其他職目 这类玩具真的有个好处 就是除了可以发挥他的创意 做一些他心目中的事情 这件事听到很简单 其实他整个过程中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不是跟说明书 不是跟合上的图案做之后 他开始创作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他腦里想他做什么 而那件事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 然后之后他变成立体的时候是什么 我用什么角度 用什么颜色 才可以做一个类似在他腦里的3D形象 做出来 然后你还要考虑到结构里面 会否稳稳 会否稳定 很容易跌 会否继续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经过了很多重 而他学了很多东西 我记得我小朋友 我的儿子四岁左右已继续Lego 可能我们三岁 两三岁给他玩另外一个大粒的Lego Yotopro 其实他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我自己的职业柄 我会很细心地看他如何玩 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玩 我觉得这个说明书你都会看的 因为其实我比很多大人都会砌错 例如数格数 黑色和灰色分不到 深灰和浅灰分不到 浅灰和白色又一样 他觉得好东西 他当然会有错 但他会自己发现到 而且那一格和一格相差四格 中间如何踏住 其实我们看下来就看得很清楚 可能我做设计师看得很清楚 但其实那东西都挺虚无的 如何在上面打斜四格 又留下四格呢 其实他计算了 八减四是四样东西 但其实他还未学加减数 我觉得这件事很正 我觉得很开心 他学到这些东西 是 其实是否只有这种方法 上面踏入这种方法呢 其实我们想起 我会给很多其他 我们这些叫building toys 或者construction toys 我会回我们做小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种玩具 到现在都流行 幼稚园很流行 我没有记错一个名字 叫做雪花片 是 幼稚园会考的 没错 有公理班 好像六角形 而每一个角都有一个笋位 就靠那些朋友 难道不同的方向去继续 其实因为他计算是六角形 它有很多变性 就是整个雪花一块 但是他继续的时候 继续整个球也行 长方形也行 其实那个也是很正的 是 是很便宜的 真的很便宜 那我怎么着想 其实这些是一个多重的 不同角度 它可以接触这个building 其实现在坊间也多了很多 有些可能是整个条里面 用球体造成 球体造成一条条 一条条状的东西 它拼着的时候 原来靠这条笋位 啪一声就装进去 觉得 他又令我觉得 原来有些东西 不是一定是 我们叫做一公一那的 有另外的模式去做结合 他又觉得 很有趣 我这些小朋友会觉得 我想很多家长没见到 除了有胶料之外 有磁石的 对 正方形三个形那些 对 现在有多些 可能加些水 又会黏在它 等等 不过当然 我刚刚说的两个玩具 都不约如 曾经有些公司出过 一些有危险性 好像小朋友有伤害 或者有意外 例如磁石 我常常都会很提醒其他家长 辞世玩具要很小心 因为小粒 原来有些很小的小朋友 会当堂食 吃一粒是没有事的 最多是失住了 不舒服 吃两粒就很大件事了 但是它黏在身体内 一些不同的部位 造成发炎 导致内出血 因为我的案例 就因为这样 小朋友死了 所以有时选择这玩具的时候 都要注意 很新奇 对 很健康 但是我们做父母 要留意 多些接触这些新闻 明白 这也真的很重要 当然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 谈到第四集才开股 其实我这位朋友 很有理念 除了自己是玩具设计师 很喜欢玩具 是一个很爱的爸爸 有两个小朋友 有很多事情放在他们身上 和他们选择玩具 玩玩具 其实Toysteady 这个名字 不是一个纯粹的花名 背后是一个很大的意义 其实你在做一个project 那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会帮自己 观赏这个名称 或者背后有些什么呢 Toysteady 好 其实这个概念 是我太太一直看法我的 其实都很多年了 因为她见我对玩具的执着 和很啰嗦 捱了很多铁膠 对 没有的 说一下 其他事多不多你 你像爸爸 一到玩具 很多要求 又有很多意见 有时都在不同的社交媒体里 我都会说一下 她说 你倒不如开一个地方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意见 我这些男人的 他说 哎 哪有男人写的东西 我都忙 是 没有人写的东西 没有人看的 看一看 原来真的有人看 其实都还没驱使我们做这件事 到了我的儿子 我哥哥开始大 我们要帮他找学校的时候 我真的原来做家长很大压力 身边的所有朋友很大压力 是 搞到他们小朋友也很大压力 再加上那时都看了很多新闻 有很多学童自杀 可惜我的心 以前看到这些新闻 都觉得 真是可怜 但当到自己做了爸爸妈妈的时候 那种感觉很不同 就是觉得 明明 这小朋友这么小 他们为什么会有自杀这个年后 香港的压力是否真的这么大呢 那想起 为什么小朋友这么大压力 我们会觉得 我和太太的时候谈 可能我们自己做家长都能感受到压力 而无疑会转发给小朋友 对 我应该很幸运 有我的太太和我的理念很近似 如果会不会有些理念不是一致 会有很多争吵 这些小朋友看在眼里 我觉得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小小的年龄 去透过玩具给家长知道 其实可以令到家长和子女减压 令到他们的结合好一点 这个也挺伟大的 我觉得 透过一些我自己认识 我很喜欢的东西 可以帮到一些人 我觉得 好 好 还做个善事 而且这件事 也要自己私利 因为自己做截契师 这件事都可以帮到自己发展的事业 我来说 在未来也想做一些 透过Toysteady这个品牌 去做了一些玩具 自己的玩具 或者一些Toysteady推荐的产品 去给一些父母 让他们更加认识到 原来什么叫做优质玩具 是 在厌加电商 我还没开始做到 因为我很开心的 其实这个是我的Page 在Facebook里面 可能只是一年松一点 但是很多人看到之后 真是透过 可能在里面inbox 或者是send message 或者打给我 或者是街座 我有看你的Toysteady 我说 你没有子女 你也有看 对啊 OK 不过我教你 你应该那个posting 可以这样写 你遇到专家 对 很多不同 突然心里面有些专家 原来他给一些意见 是无条件 或者说 你剪片那里 怎样剪 我感激 原来你做的事是对的 有些人是无条件会帮你 我觉得其实玩具 对小朋友 其实在成长里面很重要 因为除了 刚才我们很光临地想 透过玩具 让他学到东西 因为我想透过玩具 让小朋友觉得 学习是很开心很过瘾的 就不是 学习等于抄五次 不是这样 学习其实是 我知道了 我能玩一样东西 玩到爸爸也会输给我的 他会很开心 父母书是他们最开心的 最感到光明的事 来不来都要输给他们 有时我真的输给他们 有时有些游戏 例如Buy luck 有时真的不够他们 那么幸运 但你会见到他那种开心 是你买不到的 除了他的玩具 学到东西之外 其实我很喜欢他学到沟通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个个爸爸妈妈都是这样 很少直接的沟通 我和他们玩的时候 多了一些很行的沟通 例如 做小福福没有 今天学校是什么 除了这两三个问题 你开始会在玩的过程中 多问一些 我问 为什么你会走左边这条路 为什么你不吃了我的 爱赵仙你要走那边 他会给一些很特别的见解 你会了解多些小朋友 首先他说的一件事 是明明的歪理 真是傻子 你怎么会逐变 当然吃了爱赵仙 你不要理他说的里面 开始怎样把他的概念 很有条理说 我都见到 因为我儿子 一开始以前说的 没有女儿那么厉害 女儿的语文是发展得好一点 男儿子说中文的时候 还用了英文文 可能口音也不太准 但慢慢在这个过程中 看着他进步 我和太太都很开心 老实说 我们做父母 现在根本想象不到 我们将来子女长大的时候 社会是什么行业 对他们有利 现在很多小朋友 他学东西都学 STEM 现在科研 我们小时候都不知道 什么科研 我们爸爸妈妈 如果知道的时候 很小小 可能我们去STEM job 我们现在的父母 每个都想自己小孩 到时去STEM job 真的不要这么功利 有时享受了童年 没错 你根本不知道 将来这个世界是怎样的 可能将来做农夫 你才能赚到钱 你求食物短缺 你说得很对 一个好的性格 和乐观性格 反而帮助小孩 听到Kennib所说 我完全感受到你的心 这个不是一个生意人 第一个很有心的爸爸 但当然也希望你的Toysteady 越做越好 像你所说的 一背一脚印 除了大家可以在Facebook 找到Toysteady 很简单 Toysteady 和D-A-D-D-Y 找到这位Kennib先生之外 他也要搞一些workshop 和DIY玩具 我本身很想找他帮忙做 他说找小孩好玩点 好 我就找几个小孩去玩玩 我希望有机会 在这个《仔女经维埋谈》里面 找小孩一起和Toysteady 学做一些DIY的玩具 好吗 多谢你 拜拜 好